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情人节的约会妆 从大地开始先使用一个隔离霜 然后上粉底 我是用粉底刷一大圈的方法来上粉底 然后用体量遮瑕蜜 在眼下把法练纹和鼻亮的地方做体量 眼妆先用一个哑光的咖啡色运染眼窝 然后在双眼皮的地方涂抹一个颜密 它能让之后的眼影变下颜色 随后把玫瑰金色涂抹在双眼皮的地方 也就是刚刚涂抹打底眼蜜的地方 随后混合这个眼影最右边两格的颜色 硬染在双眼皮褶皱的地方 可以加深双眼皮 让粉色看上去不会太浮肿 再使用干净的硬软刷 让颜色的过度更自然 用珠光白色提亮眉骨的部位 用眼线胶笔描画内眼线 再用棕色的眼线液贴近睫毛根部画外线 然后眼尾的部分平向的拉长 眼头也可以稍稍带出去一点 这样眼型看上去就会比较的长 像眼线用珠光的咖啡色的眼影 先从眼头开始描绘 再连接眼尾和眼头的眼线 最后用巧克力色的眼影 晕染下眼线 下眼线看上去更加的柔和 最后用金色的眼影 积亮眼头 再翘睫毛 然后用咖啡色的睫毛膏 刷上下睫毛 你用咖啡色的睫毛 用棕色的眉笔 描画出比较平的一字眉 然后用螺旋刷 刷眉毛 让眉笔的颜色比较自然 眼妆就完成了 然后是鼻影 修容 最后当然是粉粉的腮红 整张的视频好像不小心没有录到 所以放一张图片 用的是粉粉的纯密 好了 妆容就完成了 每一遍的约会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们 请记得下注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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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